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电影是《肖深刻的就熟》 这是一个朋友推荐给我的 这个电影真是不看 不知道 一看真是下一大跳 这是一部根据著名作家斯蒂芬金 四季七谈中收录的同名小说改编的 目前豆瓣评分是9.6的高分 并且入选美国电影《学会20世界百大电影清单》 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无缘奥斯卡因此能够说 它是真正的无冕之王 《肖深刻的就熟》 是由弗兰克·达拉邦特指导 蒂姆·罗比斯 摩根·弗里曼等主演 全篇透过监狱这一强制剥夺自由 高度强调纪律的特殊背景 来展现作为个体的人 对时间流逝 环境改造 的恐惧影片的结局 有基督山不绝式的复仇宣泄 1947年的某个夜晚 银行家安迪坐在车中 喝醉了酒 手中握着左轮手枪 而他的妻子正在房间里 和高二夫教练的婚外情正在进行着 然后我们的主角安迪 因枪杀了他的妻子和情人 最终被判无期徒刑 关押着肖深刻监狱 也翻译为沙宝监狱 在安迪刚进监狱时 犹如进入了阿迪地狱 他的眼底竟然没有任何意识 如同一个行驶走肉板 监狱中的商贩瑞德和欲留打赌安迪 将是第一个在监狱夜晚哭泣的人 但安迪并没有受任何影响 而那个会哭的碰子 在活活的被打死后 充分地展现了监狱的冷漠 无情和黑暗 期望是人类最完美的永久 只要自己放不下 期望就会永远相伴相随 而瑞德的友情让安迪看到了阳光 安迪为了扩建大监狱的图书馆 为了得到第一批书 他每周向周一会寄上一封信 连续写了六年 然后他增加到每周两封信 在第二时图书馆中落成 安迪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冒着生命危险帮助狱警逃税 贪恋的狱长诺顿和暴力的警官哈德利 为了更好逃税而将安迪调出 回报的是安迪多次帮忙狱动 获取做人的尊严 迫使安迪受任的凶手找到了 而狱长诺顿为了个人的利益 拒绝为安迪攀位 这让安迪逃离监狱的决心加大 在一个风雨交加 雷声不断的夜晚 安迪逃出了监狱 进而将狱长落准贪污的钱 全部取出